美好的鵝肝和好的鸭肝 你吃的味道是否分别 今次玩什么呢 玩战鵝肝 好美啊 先试试 鵝肝真的很简单 最重要是盐 有什么盐呢 要加一些美丽的盐 日本美丽的盐 这样就完成了 加盐可以均匀 两片都放 放处之后 油也不用放 就是煎 你看看怎么煎 煎得很漂亮 刚好 最重要是控制火路 而且火要控制得漂亮 而且铁肝也很重要 很漂亮 这个是鵝肝和鸭肝 大家知道吗 我跟大家分享少少的经验 其实鵝肝和鸭肝 在煎的过程里 是没有分别的 一样是用煎 这个过程最好的 有些玩惨点的厨师 例如 Vietjian Sarp 两星三星的 法国厨师 意大利厨师 西餐 他可能找多些配料 和不同的 材料 即是酱汁 去配合 不过鸭肝要煎 或者鸭肝要煎 因为都大量油 所以就是煎 很方便 一件这样的肝脏物体 如果真的煎 两三分钟就完成了 放点盐 就完成了 很方便 不过要配菜 如何配搭 如何摆碟 就用理分 即是要花点心思 自己找一个漂亮点 做一个好介绍 这个就是吃鵝肝和鸭肝 最重要的一環 不过能够怎么分 其实鵝肝和鸭肝最大分别 就是尺寸体积 鵝肝少 因为鵝肝是少一点的 而且少的是鵝肝 和鵝肝是精贵很多 鸭肝有很多 市场有很多 不过 怎样分 其实懂得吃的朋友 会看到 口感上 其实鸭肝和鵝肝最大分别 除了大的尺寸 不小尺寸之外 就是里面的微脂血管 如果是鸭肝的话 这支鵝肝可能多一点 鵝肝也没有那么多 为何可以大肩 而且鵝肝是加很多油 因为为什么要吃很多 谁知道 其实全都是油 所以鵝肝是矜贵一点的 我就不想和大家说 鵝肝值钱还是鵝肝值钱 不过就算是说玩东西 今天这个分享 真的不希望大家常常吃 碟头饭 烧尾饭 好闷 我只是希望吃一些 精彩一点的 这个小小分享 怎样买到 其实在多龙多 城罗市市一定找到 不过其他地方 就不容易找到 因为鵝肝好鵝肝好 是比较冷碗的 不是间间超市 食品商都找到的货物 这个很特别 我很开心 开心给好朋友 给你试了 今晚我会认真地煮一餐 最后也会问到 之前那个窗口 那个红多安当的效果 今天就变气了 我拍一张照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有人问到 吹鼠液肌和吸鼠液肌 会找这么大的吸口 你看一下 这些照片很大 带过我的头 因为大鼠液 如果不是这个大吸 吸鼠液肌 吸不到 所以是买大有着数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订阅频道 给个赞我 好吗 Keep in touch Bye